五大资产学完以后 周老师提升你的六大财商 这六大财商你知道是什么 你就已经超越很多人了 如果你能运用这六大财商 我的个苍天呀 那你的人生绝对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把六大财商学完以后 我们就正式开始讲了 写上财商之道 财商之法 财商之术 财商之气 财商之道是什么 叫做财商意识 写上财商意识 如果你的潜意识是个穷人思维 我教你再多的赚钱方法都没有用 你骨子里都不相信你能成为有钱人 叫财商意识 那财商之法是什么 财商思维 财商之术是什么 财商方法 财商之气是什么 财商工具 穷人之所以穷 因为你的潜意识里全是穷人的基因 你的信念系统出现了问题 你的潜意识里全是匮乏 只有把你的那个穷人的意识给你拔掉 给你植入富人的基因和富人的意识 你的整个人生才有可能改变 还记得吗 意识创造一切 就这件事特别难 这件事我会 我在财商之道现场 我们通过一款游戏叫现金流游戏 通过模拟人生 模拟创业 模拟投资的方式 就是为了让你从穷人意识变成富人意识 你因为你的意识是穷人意识 所以你会产生一个穷人思维 穷人思维真的会产生一个穷人行为 穷人的行为就会产生一个结果 再狠一点 意识决定思维 思维决定行为 行为决定结果 这样讲话能听懂吗 你去问穷人 为什么不去创业 他说我没钱呢 你说贱呀 亏了咋办 你看这是他的思维路径 你去问马云 你为什么要创业 就是因为没钱啊 所以创业啊 没钱怎么办 贱呀 万一亏了 他说万一赚了呢 有没有发现 同样一件事放在穷人和富人身上 他的思维意识不一样 穷人看到一个东西太贵了 我买不起 富人看到的东西太棒了 我要想方思法买 把它买下来 一个是积极的 一个是消极的 有没有发现 把我刚才那句话写上 意识决定思维 思维决定行为 行为决定结果 写上 环境决定意识 为什么你会形成穷人意识 因为你的那个圈子全是穷人 你爸 你白 你叔 你二大爷 都是一个月赚两千的 你从小就会买一个种子 我估计我长大也就一个月赚两千 听懂了吗 据个例子 把你扔到你家里养二十年 跟放到李嘉诚 王永庆家里养二十年 二十年以后 都不给你任何资源人脉 请问是放在你家养的孩子 会赚钱 还是放在李嘉诚 家里养的孩子会赚钱 因为他在富人圈里长大 人家叔 人家白 人家二大爷 都是一个月赚几十亿 他是以亿为单位的 所以那小孩 再笨的都会觉得 我觉得我一个月赚几千万 应该是没问题的事 这样讲话能听懂吗 再举个例子 在中国学英语 怎么学都学不会 把你扔到英国 不需要学 一出生就会 听懂举手 什么变了 环境变了 所以为什么周老师说了 上一次课程 有没有可能让你的命运 某种办法能改变 不可能 你今天上完课了 你有了富人意识 结果你回到家 跟你的那个老婆 跟你没有上完课的兄弟们一讲 他们所有人都给你泼冷水 三天以后你就被淋湿了 又回去了 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所以在座的各位 死都要死在富人堆里 宁可在富人堆里做穷人 也不要去穷人堆里做富人 你跟穷人在一起 他只会拉低你的能量 你跟富人在一起 他只会拉高你的能量 告诉我是不是 死都死在富人怀里 还说什么说 要想成为百万富翁 非常简单 你身边如果有十个百万富翁 你天天跟他泼在一起 我敢保证 不出半年 你会成为百万富翁 你做的全是百万的生意 还说什么说 做一张单就一百万嘛 想成为千万富翁 太简单了 进入千万富翁的圈子 全部跟千万富翁在一起 做生意 一张单赚了就是一千万嘛 成为一万富翁很简单 进入一万富翁的圈子嘛 一张单赚了就是一个亿嘛 还说什么说 你不改变你的圈子 天天跟一帮穷人混在一起 赚多少钱 快八毛 十块 八块 这怎么能行 你告诉我 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 你们仔细想象一下 全世界所有的励志故事 都是这个人穷够了 再也不想穷了 从老家走了出来 告诉我是不是 周老师当年就是换圈子 换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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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地换圈子 在全地球就四种人 雇员 给别人打工的 E向线 小老板 自由职业者 给自己打工的 S向线 企业家 让别人为你打工的 B向线 投资家 让钱为你工作的 I向线 你告诉我 在这个世界上 就四种人 有人能跑出来 这四个向线吗 跑不出来啊 只要你在跟钱打交道 你就一定是其中之一 告诉我是不是 马上画 左边 E S 写上 百分之九十七 就百分之九十七的人 都在左边 在左边 辛辛苦苦 只能拥有一种收入 叫什么收入 写上 主动收入吗 干就有 不干就没有吗 右边 什么收入 写上 百分之三 被动收入 我们要财富自由 需要什么收入 那如果你在左边 混一辈子 你有没有可能实现财富自由 永远不可能 看完这张图以后 要不要给自己做个决定 死都死在右边啊 左边没有出路啊 这是贵 我以前没有路啊 你说咱没有上财商课 咱有路吗 咱不就两条路吗 好好上学将来 找份好工作 学门手艺将来 找份好工作 咱家穷 咱上不了学了 咱第一条路 给堵死了 我妈就让我走第二条路 学门手艺 找份好工作吧 学开车 没学会 修车床 没学会 补轮胎 没学会 电机汉 没学会 然后我妈说 看你废了 你没有路了 你就只有一条路了 我在想什么路 去工地当农民工吧 我就真的去工地 做农民工了 朋友们 修桥 盖房子 驾路 驾高压线 他妈一天辛辛苦苦 赚十五块 干了一年 老板给我 涨了两块钱工资 一天十七块 没有路 前面一片黑暗 仿佛这辈子 就只能做农民工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种 绝望的感觉吗 我看到那些工人 就一天赚 三十五块钱的工人 他是干了十几年 才能一天赚三十五块啊 离家一年 见不到老婆孩子 能听懂吗 我当时我就在想 我的人生就这样了 如果这样让我活 我宁可死 我当时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当时我想改变 我不想这样 我当时也不知道 哪里来的灵感 我就一个东西 让我觉醒了 就是这个世界 百分之九十七的人 为什么穷 因为靠脖子以下赚钱 卖体力 而百分之三的人 是靠脑力赚钱 所以我要卖脑力 我不要卖体力 我告诉我 我要学习 我就拿我在工地里 干了两年 赚了四千三百块钱 去报了一个电脑学校 方圆电脑学校 回到家正想学习 都不知道去学啥 结果突然收到一张传单 你妈第一句话 写得太牛逼了 你知道吗 知识改变命运 学习改变人生 看完以后 就学费多少钱 四千三 马上去我家找我妈 就学这 学电脑 我妈说你学了 万一学不会咋办呀 万一学不会 赚不到钱咋办呀 你好好在工地干 再干两年就赚两万多 再干两年就赚四万多 妈把房子休息一下 然后再给你找个老婆 对不对 这不是挺好吗 我说我要创业 我要做老板 你爸创业 把人家都创成啥样了 你还创业 你一路在工厂做个男工 娶个女工 生个小工的命 我妈就这么跟我说 你知道吗 但是我不干呀 然后就报 房间电脑学校 就报完以后 就才有资格 不用去工地了 知道吧 咱可以去电脑城上班了 去电脑城卖NP3 卖NP3 销售第一名 然后在给客户下歌的时候 无意之间看到一本书 穷吧富吧吧 当我看到ESBS 星星楼四乡线的时候 我终于明白 我为什么是个穷人 我在左边永远是穷人 我一定要去右边 那个时候 我的人生 就找到第三条路了 你知道吗 不用好好上学 将来找付好工作 也不用学本首页 将来找付好工作 第三条路是什么 创业成为企业家 投资成为投资家 那天晚上我兴奋到 真的 就仿佛背着血海深仇 未富报仇 还被敌人打落悬崖 在自己人生 最绝望的时候 突然捡到一本五零密集 我把那本书 亲手抄了八遍 我看了罗伯特青奇 所有的书籍 从第一本 富爸爸穷爸爸 到第二本 富爸爸财物自由之路 到第三本富爸爸投资指南 第四本富爸爸 聪明的孩子富孩子 第五本富爸爸 提高你的财商 所有书全看完 什么是资产 我告诉你们 你的房子不是你的资产 你的汽车不是你的资产 你名下的存款 也不是你的资产 什么是你的资产 你的头脑 才是你唯一的资产 你的头脑没有经过训练 你的钱 你的房 你的车 都有可能变成你的负债 但是你的头脑 经过训练了 你有财商了 你手上的 所有一切都会变成资产 是还是不是 所以这个课 再说各位记住 必上 必上 你只要不想再受穷了 这个课必上 那有人说 老师我上完这个课 我从一个小老板了 该怎么办呢 从一个小老板了 我们就要帮你 从S向线进入B向线了 我刚才说过 S和B最大的区别 就两只叫系统 马上开始写 从E到S 财商之道 从S到B 写上经营之道 经营之道讲什么 写上 讲财商的五大系统 写上 经营企业 第一个模式 叫火车 第二 动车 第三 高铁 第四 飞机 飞行模式 想不想把自己的企业 从火车变动车 变高铁 变飞机 变宇宙飞船 那就必须学会一个字 分